连早餐都买不起会选择饿肚子吗 澳洲南部的阿德雷德有慈善团体 每个星期在三百多所的学校提供六万份的早餐 希望成长中的学童每天都有好的开始 大通膨时代万物起展澳洲南部大臣阿德雷德 非盈利组织表示近一年来 学生对学校提供免费早餐计划的需求 激增了三分之一 该组织透过志愿者团体 每周为阿德雷德三百六十所学校 提供多达六万份早餐 学生说当他进入早餐俱乐部时 所有的担忧都消失了 今天如果喜欢的话我会告诉你 尤其是单独的父母 有很多压力 而且这些国家不太好 志工用爱心准备好一份份免费营养早餐 就是希望让学生拥有满满精力 开启忙碌学习的一天 如果你有没有吃饭 他们会给你吃饭 我可以长时间感到幸福 而不再担心任何事 因为当我进入早餐俱乐部 拉弱势家庭一把 共同挺过难关 大家现在都在抗费 家庭却没有钱 能够吃饭 在前面的饭 这会帮助家庭很大 现在的货帮助家庭很高 所以很棒 他们也帮助孩子和家庭也帮助 大爱新闻 武贵真编译 我们下期再见